用爱改变对方 可是当我们心中有改变对方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的潜台词其实是 我觉得我比你好 千万不要抱着这种心情去谈恋爱 所以当某一天你追到一个心目中的天才的时候 你该做的并不是绑架他 而是提升自己让彼此更好 否则一朵鲜花擦在牛份上 You still like a shit 最近呢收到很多人的询问 关于试验该怎么走出伤痛这一类的问题 请问我看起来是很容易被甩的 but我觉得如何走出失恋的伤痛 网络上已经有太多人分享过了 所以与其讲一大堆不食人间烟火的鸡汤 我觉得倒不如来跟大家聊一聊 进入爱情当中不应该有的无种想象 第一种个性要护补 我实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找另一半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跟自己个性护补的 个性那么孤僻 你要找一个能够善于交际的 个性那么 当你进入一段关系之前 如果你心里面就有这个预示的话 那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例如你会把你自己不善想 或者是不想面对的情绪 理所当然的丢给你的另一半去处理 因为你的直觉告诉你 你跟他是互服的 所以他必须让你依赖 你们这些有公主品的偷偷给我去吃药 切记无论是交往或者是走入婚姻 你们永远都是独的个体 你们可以体贴彼此 但是不要依赖彼此 第二种想排解孤独 对于恋爱有这种单纯美好想象的人 不是你年纪才想 不然就是你面相互的次数太少 有时候处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人 内心反而是更孤独的 坦白 不要认为谈恋爱是一个 解决寂寞空虚的好办法 通常人在自我意识比较薄弱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产生性感投射 这时候你就会非常容易单纯 因为对方的长相是你的菜 或者是对方的身材触发你的荷尔蒙 或者是对方特别会安慰人 你就很快地投入这段关系 That's right 这种状态最容易发生在 刚失恋被摔的时候 既然你自己不希望成为 是别人感情当中的替代品 那请你也不要把别人当成是你感情当中的备胎 第三种 尝试改变对方 两个人在一起最理想的状态下 是你被他原本的个性所吸引 而不是你抱着一种 你想要拯救他的心情跟他交往 你以为你是谁 或许有些人会说 可是在交往初期 很多人都不会露出本性啊 哪种状态通常就只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你们的暧昧其他都不够长 第二种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么的做错 I know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们一定可以用爱改变对方 可是当我们心中有改变对方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的潜台词其实是 我觉得我比你好 亲爱的 当你长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价值观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 没有绝对的对错 第四种 超级重视你识感 我真的觉得这个年代的人谈恋爱 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一年四季有好多个情侶 在这场圣诞节啊 跨年啊 就算你想要假装忘记你的Face 你的YouTube广告 也会跳出来提醒你说 该花钱消灾咯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情侣是为了过这些节日而导致分手 但是请各位同学冷静的想一想 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对方平常都没有在经营 对你的讯息不如不回哀悟 你只有在特定节日才会出现平息格伴送的礼物敷衍你 你不觉得这才有鬼吗 可爱鬼 第五种 我要霸占你 你是我的 这种话真的是留在床上讲讲增加情绪用就好 千万不要抱着这种心情去谈恋爱 因为你是在找另一半 不是在咒恋找食物 这种状况呢 最容易发生在你追到一个外在条件非常好的另一半 这时候你心中就会产生某一种优越感 觉得带他出场非常的油烟 他就像是你身上的某个高级配件或者是名牌包包一样 有朋友看到他都会惊呼连连 那是看到鬼 刚刚已经有说过了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当某一天你追到一个心目中的天才的时候 你该做的并不是绑架他 而是提升自己让彼此更好 否则一朵鲜花擦在牛粪上 You still like a shit OK 上次是我今天分享的进入爱情当中 不应该要有的无种想象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些想象 是你觉得也是非常不切实际 太鬼梦幻的呢 来啦 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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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к两个好